网上有句话叫 幸福的家庭千贫一律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即使在医学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 也有无法治愈的病症 脆骨症就是其中之一 小朋友天性活泼好动 摔倒是常有的事 但对于有脆骨症换儿的家庭来说 摔倒却像是一场噩梦 平日里每一次普通的摔倒 此娃娃都有可能会骨折 比如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患有脆骨症 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蹦蹦跳跳 但他还是乐观的生活 既要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 也要面对真实的自己 那问他是怎么生活的呢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脆骨症患者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左依 他是个雌娃娃 还在妈妈肚子里 手脚就已经断了 身上还有多处骨折 有些是新的 有些已经痊愈 医生通过采钞发现了左依的情况 建议父母终止他的人生 他们觉得这种情况下 不让孩子生下来才是最人道的做法 可父母却不舍得 他们犹豫了很久 还是拒绝了医生 幸运的是 分娩过程很顺利 左依就这样降生了 左依得的是脆骨症 这种病症分为其中等级 最开始 左依被误诊为最严重的等级 但后来他的基因检测结果 显示左依是三级成骨不全 不过还是属于很严重的一类 在全世界 得这种病的概率是五万分之一 所以左依是因为基因突变 才得上这种病 因为身体特殊 父母需要更小心地照顾左依 稍有不慎 就会让左依骨折 换尿布的时候 一般是三个人一起换 一个人抬着他的骨盆 一个人把尿布放下再包好 婴儿在移动时会有惊吓反射 所以第三个人要稳住他的胳膊 左依的父亲就是保护胳膊的那个 有一次他稍微用了一点力 就听见左依的身体传来 骨头碎裂的声音 然后绕骨和齿骨就断了 这种情况把父亲吓了一跳 他觉得自己不管做什么都会伤到女儿 不过女儿却没有怪他 他开始笑了起来 这让父亲心中的阴霾一扫而过 看着女儿咯咯的笑 父亲感觉女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能让你最糟糕的一天 变得没那么糟糕 左依一直都是这么乐观 虽然从出生起 他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手术 比如双腿骨骼校正 脊柱加固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胡闹过 别人问左依 是什么让与众不同呢 左依回答 是我的漂亮发型吧 两岁半的时候 左依被查出了颈椎后秃 从那时起 他就戴上了颈托 一戴就是这么多年 现在左依已经变得强壮了不少 没以前那么容易骨折 但想移动自己的身体 还是一件难事 空行的时候 妈妈会带着左依 做俯卧撑 增强体魄 每次锻炼 左依的眼中都闪着光 他也渴望自己变得强壮 毕竟他连打个喷嚏 都有可能造成骨折 妈妈帮左依用力 左依用小小的胳膊 努力撑起自己的身体 终于他成功了 爸爸妈妈带左依到公园玩 这里的地板很平坦 可以让轮椅通过 而且这个公园有一个好处 他的地面不是木板或者沙子 而是泡沫做的 左依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 做任何想做的事 只是不能用双腿奔跑 不过这没关系 因为他的轮椅跑得和其他人一样快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爸爸妈妈会随身携带药物 还有甲板一类的固定用品 他们总会担心 其他不知道左依身体情况的小孩 会让左依受伤 不过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左依的嗓门很大 只要有小朋友动他的轮椅 他就会大声告诉别人 除了锻炼体力 左依还需要去接受语言方面的治疗 他的嘴部结构有些问题 所以要通过治疗 提高说话的清晰度 左依的乐观总能感染身边的人 连老师都觉得 他是传说中的天使 现在左依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爸爸妈妈开始关心左依的未来 目前脆骨症 还没有完全治愈的办法 不过至少现在可以接受保守治疗 对于生下左依这一点 父母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就算再选一次也不会剥夺他生命的权利 相反 左依的乐观和善良 让他们更加认为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在中国也有一位患脆骨症的姑娘 她叫侯莉莉 今年已经38岁了 身材爱笑的她坐在病床上 别看侯莉莉身高只有85厘米 现在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 可是医生们见到她都非常的揪心 因为她的身体非常不健康 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身高 侯莉莉身上多处畸形 而且盆骨和下肢骨 她很容易骨折 身体特别脆弱 其实这种情况她从小时候就开始了 她小时候因为患病身材比较矮小 大人们看她可爱很喜欢抱她 但是抱她的时候一使劲就骨折了 而导致她骨头如此脆弱的原因 是因为她患有先天性 成骨发育不全 就是大家所说的脆骨病 因为骨头过于脆弱 都不敢随便用力 因为一用力就有可能发生骨折 而现在坐在侯莉莉对面的这个人 就是她的老公 大家可能一眼就注意到了 她显著的白色眉毛 没错 侯莉莉的老公是一位白化病患者 二人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都是她老公一直在照顾她 虽然二人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但是侯莉莉一想到自己的身体 这种想法就埋藏在了心底 但是好巧不巧 就在年初的时候 侯莉莉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是他们第一时间不是惊喜 而是去咨询医生 按照他们的情况到底能不能要孩子 就害怕到时候孩子遗传他们的缺陷 医生给他们的建议 都是不能要孩子 因为侯莉莉的病属于遗传 而且她已经38岁了 属于高龄产妇 现在生孩子 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很高 但是侯莉莉不死心 只要不到最后一刻 他们是不会放弃这个孩子的 可是到了后来 丈夫也开始劝她 家人也开始劝侯莉莉 但是她就是不听 她觉得自己今年已经38了 现在没孩子的话 等老了以后 更没办法生了 于是侯莉莉来到了北京朝阳医院 因为很多家医院都不敢收治她 只有北京朝阳医院敢收治她 经过检查以后发现 因为侯莉莉身高原因 她的子宫大小 只有正常人的一半 如果怀孕到9个月左右 正常发育的胎儿 很可能挤压侯莉莉的心肺 危及她的生命 为了侯莉莉的生命安全 医生们现在随时都有可能 提前把孩子拿出来 而因为侯莉莉 行动并不是很方便 怀孕期间都是坐在轮椅上 丈夫推着她到处跑 每次去产检的时候 丈夫都累得筋疲力尽 但是就算是侯莉莉夫妻如此可怜 上天还是不愿意放过他们 在这次拿到产检结果以后 仿佛上天在和他们开玩笑 医生检查以后 发现孩子的胎心有问题 医生立马安排侯莉莉住院 为了保险起见 这个孩子立刻需要通过 抛妇产抛出来 不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 此时的侯莉莉也知道 她此时所处的情况 万一孩子活不下来的话 马上40岁的侯莉莉 可能再也做不成母亲了 可是现在孩子的情况也不乐观 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 抛妇产把孩子拿出来 孩子在肚子里待的时间越长 大人小孩活下来的几率越小 但是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发现 目前肚子里的孩子还行 还没有到必须要做抛妇产的时候 侯莉莉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孩子的体重越来越重 已经到了不做手术不行的地步 医生们决定立刻开始手术 尽最大的努力保住大人孩子的性命 为了这次手术 医生召集了四个科室 30多名医生 过来为这台手术保驾护航 医生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手术中骨折 因为侯莉莉的骨头实在是太过于脆弱 现在已经到了打喷体 使劲大了 都可能骨折 医生都不敢使劲 但是在全身麻醉以后 医生们在插管辅助喉咙里呼吸时 发生意外了 因为侯莉莉胸部畸形 气管根本插不进去 因为已经进行了全身麻醉 没有气管进行辅助呼吸 侯莉莉的血氧浓度直渐下降 眼看就要有生命危险了 医生们现在已经不能等了 只能一边插管 一边进行手术 大人小孩尽可能全都保住 还好在医生的努力之下 气管插管成功了 这个危机暂时渡过去了 孩子也被顺利的娶了出来 可是因为刚刚缺氧的原因 孩子娶出来的时候 生命体征也几乎没有了 孩子娶出来以后 就立马对这个孩子进行了抢救 站在手术室外的家人 还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还非常乐观的等待着母女平安 但是现在医生们已经抢救了快10分钟了 孩子还是不见好转 一般刚出生的孩子 如果超过15分钟 生命体征还没有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醒过来的可能了 还好在医生们的努力之下 孩子在12分钟的时候被抢救了过来 侯莉莉也正处于缝合阶段 除了手术室以后 母女二人将会被送到ICU进行观察 丈夫还专门来到病床前鼓励她 但是现在孩子因为早产的原因 身体发育还不完全 从抛肤产到现在还不会自主呼吸 而且已经出现了呼吸衰竭的情况 出生48小时以后 还是只能靠着呼吸机活着 但是还好 孩子的身体情况在逐渐恢复 到了第三天已经可以脱离呼吸机了 生命体征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并且没有遗传父母的病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母女二人都脱离了生命危险 回到家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现在夫妻二人最希望的就是孩子健康成长 希望他长大以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自信的活着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换作你是脆骨症患者的父母 你会让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